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帆 之前因为卷入性骚扰 吃案风波而退选2024的民代 不过台湾媒体人黄阳明爆料 他近期渴望接任所谓财团法人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一职 月薪高达11万元新台币 我决定退出2024年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因为卷入性骚扰吃案风波 而宣布退选民代的林飞帆 过去担任民进党副秘书长职务 月薪高达9万元新台币 不过现在传出 他的新工作薪水比先前职务还要高 台湾媒体人黄阳明爆料 林飞帆的新职务 是担任所谓财团法人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 全年薪资137万元新台币 平均月薪11万 加上奖金保险等等 总计年收入高达180万元新台币 恭喜林飞帆又升官加薪 从09万到011 那当年太阳花1跟对颜色 跟对老板 太阳花结束之后 升官发展的就是林飞帆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所谓台湾民主基金会 是台外事部门主管的公社财团法人 2003年6月正式成立 董事长由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兼任 副董事长由台外事部门主管兼任 现任董事长是游西坤 副董事长是吴钊燮 而二人均已被大陆列为台独顽固分子 去年8月 郭台办宣布 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 所谓台湾民主基金会 予以惩戒 他们打着所谓民主和合作发展的幌子 在国际上大肆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极力拉拢 贴靠外部反华势力 攻击抹黑大陆 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